第五百二十三集 早上,出生的太阳红彤彤的在海面上映照出鲜红的倒影 随着波浪起伏而化成大片大片的碎金 老山,格外的祥和 山体带着特殊的能量物质鲜物翻涌着 沐浴朝霞后,杀实美丽,云征霞尾 在这片山底,紧临碧海 站在山上积目远眺 碧海亿万情,一望无银,格外的壮阔 让人胸怀都跟着舒畅与开阔 没有其他人发现楚风登山 他来到一座宁静的山峰上 千年小道馆陈旧 一颗通体银白的古松扎根在井前 林诺依神觉有感走出道馆 在朝霞中,面旁上带着淡金光玉 发丝都在发光 一身白衣洁净,有种离尘出世之感 两人对视 先是寂静无声,而后一起走向小道馆 楚风有话要问 简单而直接,问他是否要和穆青 以及那个所谓的进化皇朝走向一起 这里很危险,你走吧 立刻离开廊山 林诺依看着他,一如过去 保持着平静与理性 木青苏醒,草地上满是血迹 剧痛让他险些又昏厥过去 他忍不住发出刺耳的尖叫 他已经失去了左臂 下半截躯体一断掉 对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来说 如同陷入地狱深渊 他接受不了 很长时间后 他才稍微清醒 虽然不在歇斯底里 但情绪依旧波动剧烈 在祥和的侠位中 被人惊天一击 直接打残 对他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天神生物的人 早已来了不少帮他止血 爆炸鱼处理伤口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他肢体已残 他还年轻 本为贵女 却甘愿追随在那位皇子的身边 他还有一野心 还有很大的抱负 可现在 才降临在这颗星球上 就被一位土著打残 这一刻 他心中满是阴霾 万念俱灰 觉得自己设计好的灿烂大道 已经断裂 一切都将与他无缘 你个土著 他大声的尖叫着 心中满是愤怨 自己居然被废 伤成这个样子 有人将他小心的放到担架上 抬着他 快速而平稳的 向牢山深处进发 这是沐青的要求 他不甘心 或许只有皇子才能救他 他要请大旗的皇子 为他报仇 将那个土著抓住 若是简单杀死 太便宜他了 他希望可以留下那个土著的性命 以最残酷的刑罚折磨 林诺依站在银松下 一再告诉楚风 不要再来了 净化皇朝的人很强 楚风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楚风转身下山 联系敖王等人 告诉帮他们已经收取一部分利息 那个女人现在已然半废 暂时留下残命 然后他无声无息 趁牢山间混乱时 如入无人之境 登陵木钦所在的山峰 一眼看到他留下的翠绿烛阀 太阳火晶 在上面留下一些刺目的痕迹 破损不清 有的部位近乎烧烂 楚风试了试 发现只要灌入能量 他就能够腾空 可以飞天而去 这不是依靠精神武功驾驭的竹法 单纯的注入能量 就可以启动 这是一种与科技相悖的飞行工具 碧绿精英的竹法 原本可以缩小到寸序长 能随时戴在身上 但现在损坏部分 无法再纳入掌中 楚风直接收进空间瓶子 这东西对他来说非常不错 从此可以飞天断地 然后他一路向劳山伸出进发 并运转大雷音呼吸法 让自身宛若陷入寂灭中 跟山石融为一体 无人可感知 他想看一看 那批进化皇朝的人马 究竟有多强 那位皇子到底进化到什么层次 还有他们接下来的动作 劳山身处 木轻痛哭 平日的从容与微笑都不见了 他挣扎着要从担架上起身 天神生物的人将他送到折叠空间内 木轻在一旁垂首而立 经历地球上长御考验 而活下来的御外生灵 再次出入折叠空间 便不再受什么影响 已经和原住民没有什么区别 别哭 打击皇朝的皇子 其语开口 青金战车转刻时光痕迹 故意沧桑 不识腾起大片的神侠 凝聚成白虎 朱雀等神兽 圣琴 显化在战车周围 琴宇身穿金属战衣 头戴紫金罐 气宇轩昂 他双目深邃 一步迈下站出 抱起木轻 平和于稳重的气质被打破 身体爆发赤声的光芒 他双目射出射人的两道光束 运转恐怖的呼吸法 扣鼻尖喷涂气柱 就是周身毛孔也是如此 浓郁的生命能量 全部注入木轻体内 天下 原本 我想来告诉你一则好消息 可是在半路上 先不要说这些 我帮你疗伤 其宇回首冲战车上一位 帮他持戒与精卷的美丽女子开口 将我的药液拿来 此刻 一群人都已经围了上来 不少人询问经过 都露出怒火 带着杀意 恨不得 要立刻的冲出这片空间 可是 当听到大齐皇子的话 许多人都是一正 一位背着药楼的老者 更是小声开口 殿下 那是你保命用的神药啊 木轻现在更需要 拿来 其宇不怒而微 周深都在流淌盛烈光辉 如同一座永恒神炉在焚烧 如汪洋般的血气弥漫 让这片山地都在剧烈颤抖 天神生物跟进来的木轻和身体颤离 它根本站不住 出于一种原始本能 直接浮在地上 瑟瑟发抖 这片地带 山地抖动 一股狂风呼啸 成片的大树 剧烈摇动 数十万片叶子速速坠落 一切都是 其余爆发能量所致 它散发出一股 莫名的气息 此时 不要说是天神生物的人 就是大齐皇朝的很多人 都心头悸动 有些人身体忍不住发抖 站车上 那名帮助大齐皇子祁宇 手持神剑与精卷的美丽女子 取来一个拳头大的水晶球 递给大齐皇子祁宇 木轻的声音发颤 殿下 在那精英球体中 封着一些鲜红的浆液 那是一种果实的汁液 是一种稀释大药 其余手持水晶 以密法开启 倒出部分液体 别说话 喝下去 鲜红的浆液流进木轻嘴里 很快 它通体都散发赤霞 一股浓郁的生机 在激荡 非常的惊人 在他所有伤口中蔓延 很快 齐宇封住水晶 重新收起 殿下 我死是愿意为你而死 不要说话 你一个人的性命 关乎着在场所有人的命运 齐宇开口 这般安慰他 此时就是背着药篓 原本有些不满的老者也是人 他现在也觉得 皇子这么做很对 母亲需要保住 母亲服侍红色药液后 精神状态迅速好转 而身体上的伤口部位 则更惊人 如如耳动 有肉牙 甚至骨质在生长 他喜极而起 你安息休养 一切都会过去的 大皇子与其温和 而后他又严厉起来 威严而射人 双目神盲暴涨 周身殉烂如胶羊 他冷漠开口 将你生成这个样子 不管他是谁 都得行神拒命 殿下 让我先跨界过去吧 一刀剁了那个兔主 让我去 指手震杀他 就在这个时 两名端坐在战宠上的骑士 都跳下坐骑 身穿甲轴 戴西跪在地上请命 要去为母亲 讨个公道 两位统领不要冒险 其实如果 不是因为我意外 负伤在前 他伤不了我 母亲开口 他可不想 这两位强大的统领 貌似夸计 万一失败 他担不起那样的责任 两位统领站起身来 其中一人身穿银甲 身武而凌厉 罩子一样的土著 也敢伤我们的人 可惜这颗星球的 一只半死未死 对土著的保护欲太强了 大七皇子七语白首 让他们不要多说 他看向母亲 你说 原本有这么的事情 要告诉我 是 殿下 有好消息要禀告您 我们很快就可以跨界了 母亲难言喜四 而后以密语开始禀告 这片地带腾气下光 将他们遮拢 万人听不到 鱼看不到 远处山林中 楚风很安静 默默地站在那里凝视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